54岁的罗女士可血半年 她接受抗生素治疗 病情却没有好转 医师发现感染的并非典型的结合菌 而是具有较强抗药性的非结合分支感菌 非典型结合分支感菌 对药物有抗药性的时候 要考虑做外科的治疗切除 接受了开刀治疗 报告出来全部都是阴性 分支感菌分为结合菌群 和非结合性感菌这两大类 其中结合菌群是民众熟知的非结合 国内结合病的发生率 每10万人口从2005年的73人 逐年下降到2021年的31人 虽然典型的结合菌病患减少 非结合分支感菌的感染人数 每年却有11,500人感染 是结合病患的两倍 五年内若不治疗 致死率高达35% 这种细菌它普遍存在于 就是说环境当中的土壤水 常见的途径就是说 你把它吸进去感染成肺炎 或者是说你身上有伤口 然后被它擒住 非结合分支感菌存在于潮湿环境 像家中浴室和连蓬头 都是它们藏匿所在 免疫力较弱的民众可能被侵犯 肺部 皮肤 骨骼和关节 出现咳嗽 咳血 发烧 体重减轻等症状 甚至肺部开动和呼吸困难的严重并发症 如果说一旦中断服药或是服药不完全 很容易会有抗药性的问题 非结合分支感菌 比肺结合还难缠 民众有相关症状 不可轻忽 立即就医检查治疗 大爱新闻张泽人 欧阳光辉 黄小娟 林慧平 中部报导